大家好,今天來到Stardock的時間 這集的這位嘉賓 原來不經不覺有三年霧出廣東新歌 對,差不多 究竟為甚麼?要問問Annie早貴賢 大家好 你好 會否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你拍完《一秒拳王》之後 就發現自己真的開始有點小毛病 也是時候休息一下,讓自己停一停 因為從2015年到2019年為止 做了很多表演,出了很多碟 又拍了很多東西,一直都沒有休息 再加上因為拍《一秒拳王》的時候 我不是打拳出身 喜歡運動,但我極其量是跑步 未試過在半年的訓練中 將我可能二十多年的東西逼出來 我拍完《一秒拳王》的時候 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傷得那麼嚴重 對,因為一直在訓練 我都開始感覺到有痛,沒有理會 甚至在拍攝拍攝時 長長要打那些,其實我都很痛 看到那些痛的表情是很嚴重的 但有些真的要吃止痛藥 結果原來要還的 除了身體還之外,情緒也要還的 但覺得不如反正還是去寧修之旅 最初19年底去了日本的京都 之後去了泰國的清邁 雖然別人覺得我經常接觸寧修的東西 但其實我不是,我從來沒有試過 我終於自己可以有時間去做這件事 那便毅然跟公司申請了一個 一個漫長的假期 沒錯 足足一年 最初沒有想過一年 最初只不過是兩、三個月 但為何留在那邊一整年 是因為我的疫情走不了 即使我最初的疫情 最初的兩個月 我在泰國的時候 我每天都在找機票 何時可以回來 但真的沒有 將算就算,天都要你放在這裡 那當然有它的原因 那我就… 好吧,我就學會如何和自己獨處 後來我去到我寧修之旅的時候 那些導師看見我要用懷張走路 不如你去檢查一下 之後看完醫生才發現 原來都傷到筋骨位 如果這樣你也挺印得痛 我其實挺印得痛 醫生也說你也挺印得痛 你說傷到骨位 最初我去看醫生前,我也不知道 我以為可以了,它會慢慢康復 到看醫生之後,你要… 做手指 你自己的身體多一點 是…做了一個小手術 是否一個挺好的時間 讓自己停下來,沉澱一下 組織一下,究竟接下來要怎樣走 如果再出來和大家見面的時候 正正在2019年 我出現中間的那張碟之後 是 其實我靈感一直在 你要我寫歌 我很感恩,我從來有這個能力 想寫可以寫 想寫,隨時都寫到 但填詞就真的… 可能要一年 是嗎?19年固定在這裡是因為… 我不知道擺位在哪裡 是 我不知道寫了那首歌出來 我是要他喜歡這首歌寫 是要為了形容去寫 還是其實我想表達什麼 我有點失敗了 我有點失敗了的感覺 不知道是否吸引力法則 可能我們就扔了這個訊息上 之後他就說 那你明年讓你重整一下 是 把你的容器重新倒入不要的水 可能拿大一點的容器 如果不是之前 我的杯子已經載太多水 而且杯子又小了 許靈修之旅的杯子 現在重新打造過 是 現在出現了陳世美這首新歌 這首新歌其實… 要說回那個創作 應該是去年五月的 是 多得小黑的一個鋪 我去年四、五月的時候 我的腳因為剛好康復這麼長 其實他在床上摘盡可能也不動 除了做物理治療、錄手機 剛好我看到小黑他說 他剛好那天跟兒子 拿了一些畫東西的工具 就看到兒子在畫畫地觸碰他 因為那個時刻 小黑好像我還在錄電話 在看一些比較負面的新聞 那時在香港疫情也挺嚴重 對…遙頭探飾之際 又看到兒子 為何他可以… 在他自己的世界中又很享受 他覺得是否有一些很漂亮的畫面 其實是我們一直都在身邊 但只不過我們被迷惱了 或者大人看不到 對…大人看不到 而小孩子其實以前也有這個能力 但我們長大了成長過程中 忘記了 他就有感而發寫… 腦袋想到首兩句歌詞 把這兩句歌詞放上網去精音 徵求的melody melody 精音 對,因為我真的沒有工作 其實我還未拿起結他 其實我看到那兩句歌詞 已經自動在做事 我的職業病的關係 很多年前有一首歌叫《有事》 我們合作的模式又回來了 有帶到結他過去 但錄音器材各方面 其實有這麼充足讓你做到這麼多歌曲嗎 沒有,我起初沒打算去那麼久 有點後悔連電腦也不帶他 因為咪高峰也沒有一支 我有一支很粗糙的咪高峰 不足夠,真的要錄歌 是,不英俊 但是… 你也照樣去吧 照樣去吧 忍不住我,叫監製歌佬 你可否發聲一點 我們小時候會用一些4-track recorder 還是入SD卡 你寄的那部東西給我頂著檔吧 真的只剩下木結他 然後去以前合作樂隊 真的寫真正的模式的感覺 小黑自己也說 不知為何這首歌 很像你第二首碟某一首歌 那個情懷 當時的歌曲 真的全都是在日本的時候寫的 我現在又不在香港 在外地,特別有那一支錘 音樂部份你也下了一點心思 是,我要再一次感謝小黑 因為這首歌是因為 始終是由他兒子開始出發 他用一個小朋友的電影 去拍攝這個音樂部又如何 我怎樣去做呢 就是把我的攝影機 調長了那條繩子 是 然後拉到直腿上 在這個位置 對 在街上上街上 但回家看完之後很難剪 因為太震了 所以我用一個比較穩定的鏡頭 甚至我幻想起我小時候 就是爸爸媽媽帶我去坐巴士 坐丁丁、坐小輪的時候 那種感覺 而且你小時候應該很喜歡看這個窗 很喜歡… 因為我看到你的攝影機 是特意想踩高腳看一看 不夠高,看不到窗 那種感覺 我自己看起來有點頭暈 但是… 小朋友的確是挺貪心的 他們的視覺 後來也覺得算了 不如有它那麼碎 有它那麼凌亂 其實去年4月 大家聽到 我本身有機會開個紅館演唱會 真的沒辦法 等了那麼久 我看你也很期待 紅館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不同歌手跟他的邂逅 的時間線都不一樣 有些人像我一樣 等了很久也沒做到 有些人可能入行一年 就已經得到紅館的場合 我以前會覺得是… 你的技術當然是其中之一 但我覺得更關鍵的是 你本身的氣場是否準備好 我們也覺得你是準備好 我也以為自己準備好 但是原來是… 總之你得到旗 疫情就發生了 對,再加上有幾件事 所以我們那時候 第一,不敢討論 萬一有人因為看了表演 對,就不好了 也好像是一個訊息 就是那個隊伍告訴我 不如你再修練一下 可能你真的沒準備好 反而覺得是… 我看通了一些東西 沒有那麼執著,會不會這樣 其實我從來沒有執著 可能這個才是… 那個隊伍一直都沒有讓我掛 因為可能以前是… 始終是一組樂隊出身 我這麼多年不怕說 以前的樂隊伍會覺得 那些是明星做的 那些樂隊不需要做這些事 會覺得是… 做了不承認 我現在沒有那麼執著的夾樂隊心態 或者那個包袱 那個包袱其實是一個包袱 對 你會覺得是一個理程碑 你去做完一次 其實你等於說動作 可以準備好人生下一個章節 我現在會這樣看這件事 以前那些… 那些嘔…不是嘔吐 樂隊的光環已經是體化了 話說三年沒有派自己的廣東作品 但中間滲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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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其實年初有Sarang重組 你的樂隊 走在一起的感覺是怎樣 以前公司會跟你說 你只是走自己的樂隊 你不要同一時間走樂隊 其實現在我覺得已經沒所謂了 是…一人分演幾角是比較累的 重新走在一起 那個情懷除了沒有變之外 好像去了另一個層次 以前會花很多時間去暗地裡鬥氣 現在反而是如果有問題 說出來吧,很浪費時間 我覺得坦白了是好的 成熟了 那個坦白不是要吵架 而是要解決問題,要拆解問題 也不如我們不成熟了 同時你還有跟很多不同的歌手 交往過分 之前有Tonic、Regine、J-Dub 拍攝音樂影片也配合了 對,對,對 洗滴完自己的心靈後 真的準備好,做這麼多事情 會繼續做 但可能沒有以前幾年衝得那麼行 現在會有一個爸爸媽媽的自己 在裡面看著自己 你衝得太行,先拉後一點 走慢一點 跟其他歌手合作 我發現真的有些年代的出入 可能有時候跟他說雨多田歌 他會說我媽媽會聽的那些… 你很生氣 雨多田歌,我和我差不多長大 我做得是你爸爸 無論如何 我覺得如果要用畫畫去形容 是很有彩虛度 很有鮮艷度 反而他打開我一些… 以前我在日本讀書的時候 就是聽歌的視野 這陣子我反而覺得我自己 除了在音樂工作上 我重新以一個新人出發之外 在他們身上 我反過來覺得他們是前輩 互相學習 是 我可能早兩三年前 我會有… 我會有一個姿態擺出 自己也長大了 對著後輩 有一個我現在是前輩 因為當你覺得自己是前輩 你會動不動 你永遠就在以前那裡 做任何一件事 拿出你的文章的模式 所以你也不想讓自己停下來 我不想 放低一點姿態會… 你個人輕很多 重新一塊海綿 會多吸收新的靈感 學到很多新的東西 作為一位歌手 作為一位音樂人 你拿到一個影帝 再拿到編劇家協會的角色獎 對,你自己是怎樣看的 我不知道 我到這個時刻都覺得… 還是未消化到 我未消化到 很大的歌手獎項 我可能… 我明白為甚麼 是 終於有些回報了 我到這個時刻 我都定義自己是一個 嬰兒班的演技 所以我嬰兒班 突然又這樣 這個獎項是歸功於導演 歸功於編劇 還要是這麼大氣候 大家這個正確的時間 做出來的事情 感受心,如果相比電影上的 男主角獎 跟你之前拿了《喜愛的男角獎》 那…演員獎真的挺新的 是嗎? 對… 不過你還沒拿過 之前是第一次拿的 也是的,真的 對,我覺得拿完之後 反而不要停在某個位置 反而反而反過來 你拿完之後要付出什麼 我怎樣要寫一首歌 或者可能技術上 我都要重新研究 即是重新升級 演技當然,我還是嬰兒班 所以我也希望 有更多不同的拍攝機會 可以從中去學習 未來不論在電影上也好 音樂上也好 看到多些不同種類的 周國賢、觀眾 或者是歌迷提也好 謝謝Aman 謝謝 謝謝